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Linda 在遭受債務危機、房地產泡沫和增長緩慢的困擾之後 對陷入困境的中國經濟來說 人口老齡化危機可能是最後一擊 今年中國的GDP增長率預計將降至5%左右 而這之前的幾十年為10% 一些專家認為明年的增長率可能會降至5%的門檻以下 2021年前三季度 中國非金融企業在岸違約率上升19% 達到155億美元 而離岸違約率上升28%至78億美元 佔中國經濟25%至30%的房地產 正面臨著違約危機 尤其是來自恆大的房地產開發商 其違約風險為3000億美元 中國的通貨膨脹正在上升 消費者支出正在減少 製造業下降 對房地產行業的限制有可能 使地方政府減少從土地銷售中獲得的1萬億美元的收入 簡而言之 中國經濟正在惡化 在債務和過度膨脹的房地產市場的支持下 快速增長的經濟與1990年泡沫破滅之前的日本相似 那場泡沫導致日本10年的經濟停滯 當時日本的經濟復甦所面臨的複雜問題之一的是 日本的人口正在老齡化 中國現在正面臨類似的人口老齡化危機 而這可能是阻礙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之一 這種觀點得到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正寧的支持 他曾經給其他國家寫了一封警告信 稱日本經濟低迷是老齡化的結果 而不是經濟政策的結果 人口老齡化需要擴大基礎設施和醫療保健 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 而中共政府目前缺乏 為2.64億老年人提供身心護理的設施 在沒有政府計劃的情況下 照顧年脈父母的負擔落在了子女身上 經過幾十年的強制計劃生育 大多數夫婦只有一個可以照顧他們的孩子 許多老人留在農村 他們的成年子女面臨著放棄在城市的工作 搬回村莊 照顧父母 或者將父母帶到生活消費極其昂貴的城市 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普遍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 是發生在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至1萬美元之間 然而 面臨人口老齡化危機的中國 人均GDP僅約為1000美元 這意味著中國根本無法承受人口老齡化 在5年內 該國的養老金缺口 預計將達到1.25萬億至1.56萬億美元 人口老齡化限制了經濟增長 因為工作人數減少 這減少了政府的所得稅收入和國家的GDP 日本的勞動力在1995年達到頂峰 此後一直在下降 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5年達到頂峰 其他人口老齡化因素也給經濟帶來壓力 包括老年公民的支出和消費減少 以及承擔越來越多的退休老人醫療保健的 年輕勞動力所占比例減少 日本人口的平均年齡是45.9歲 中國的平均年齡為37.4歲 比日本低 但仍然令人擔憂 尤其是在中國出生率下降的情況下 2021年 中國的出生嬰兒比前一年減少了1200萬 日本的人口在2010年達到頂峰 為1.27億 近30%的日本人口現在超過65歲 類似的 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約佔中國人口的37% 日本的老齡化比中國更早 但中國老齡化的速度更快 未來20年 在人口老齡化的四大指標上 日本的情況將比中國更好一些 日本的老齡化率及中美年齡變化的速度 預計僅增長8.38% 老年人扶養比及退休人數相對於勞動人數 將增加22.52% 最老的係數及年齡在50至70歲之間的人數 除以85歲以下的人數 將增加8.29% 中美年齡及在此年齡之上與之下的人口相等 將增加6.2歲 相比之下 研究人員預測 在未來20年內 中國的老齡化率將增加13.24% 老年人扶養比將增加24.21% 最老係數將增加8.33% 中美年齡將增加8.47歲 中國的中美年齡已經是38.4歲 這意味著到2040年 中美年齡將超過47歲 老年人的醫護成本更高 其收入更少 納稅更少 消費更少 對GDP的貢獻更少 中共面臨的挑戰將是 儘管目前存在債務和經濟危機 但仍要保持GDP增長 同時還要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幾十年來 中共一直依賴製造業和出口作為經濟的驅動力 隨著人口老齡化 不僅工人越來越少 而且工人年齡越來越大 勞動力老齡化 工人的生產力下降 因此 中共將不得不促進新的行業和業務部門 以利用其年長的工人 資本密集型產業 將不得不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 日本 新加坡 韓國 香港和台灣都面臨 並正在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的問題 然而 這些國家都能夠通過 提高工人的教育和生產力 向價值鏈上游移動 從而在人口結構變化中 幸存下來 然而 中國不是日本 由於收入不平等嚴重 城鄉差距和人均GDP低 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 中共也無法做出如此根本性的改變 即使改變 其結果也需要幾十年才能產生積極影響 與此同時 中國的人口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老齡化 中共無法等待幾十年 它的經濟現在接近危機 大多數專家認為 房地產泡沫即將破裂 當它破裂時 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 似乎不太可能使該國恢復到以前的高速GDP增長率 本門由大紀元專欄作家安東尼爾·格雷斯福博士撰文《曲智卓》編譯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越譽版部分內容 以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